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许 上帝永远的愿 跟我们立愿的愿 今天已经我们要学第四课 一个永远的愿 永远的愿 那么经文大家有学课都有了 那么这纯心节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 我们先读一下好不好 我要与你世世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愿 做永远的愿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 这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的 好的 我们在学习之前 我们先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 我们能够今天有机会 再能够学习主的话语 求主能够拆拜圣灵 光照我们 让我们能够知道 你是多么的爱我们 我们是你的孩子 求主是我们能够 永远握住你的手 能够走我们前面的道路 正像过去的先贤一样 他们怎么样 利于他们的利约 他们持守了 一直能够把福音 把所有的福分 带给更多的人 我们需要你帮助 求你恩待我们 主啊 我们明白的不够的 求主 使我们明白多一点 使我们明白的 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 恩典和力量 能够去遵行 答应我们的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的功劳 阿们 神兴节我们已经读过了 我再读一次 好吧 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 上帝说 上帝对亚伯拉罕讲 我要与你 定你四字代代的后裔 坚立我的愿 你做永远的愿 是要做你 和你后裔的上帝 我们大家都有名字 你叫什么 我叫什么 每个人都有名字 我们今天主要是学习 在学课里面讲 上帝的名字叫什么 你知道吗 他的意义是什么 什么含义 他用来像亚伯拉罕 辨认自己的这些名字 他的重要性是什么 他用什么名字来称呼自己 为什么上帝要把亚伯拉罕 的名字改作亚伯拉罕 有什么重要 另外 这个约 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带有什么条件 和义务 这是我们今天的学课 所要探讨的 大家有学课的可以 看这个第34面 34面 这里面有一些 这个西伯来文 尽管我们不一定熟悉表情 但学课的作者 Dr. Haro 已经给我们讲解了 今天是讲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的约 这个约 大家知道 耶和华这个字呢 出现在 西伯来文的圣经 旧约里面 出现 6,828次之多 当然 现在很多英文圣经 就用 LORD 大写 LORD 像英文的清定本 都是用这个 不过是大写的 意思就是说 因为 这个 以色列人 他怕 读上帝的 这个尊名 所以 用了这个字 Jahovah 我们现在看一下 有意思的就是说 圣经里面 出埃及记 第三章 第十四节 就 解释了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上帝的名字叫 耶和华 那什么意思呢 有一次 上帝对摩西说 以色列人 在埃及受苦 我看见 他们 痛苦的哀求 我也听见 我要裁判你 怎么样 去 见法老 让你们怎么样 离开埃及 走上一个光明 自由的道路 哎呀 摩西一方面 很开心 终究我的同胞 可以怎么样 从铁炉 从中了之下 得到解放 但是他说 我如果去跟 以色列人讲 上帝跟我讲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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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色列人问我 上帝 叫什么名字呢 摩西说 叫耶和 耶和什么意思呢 上帝就亲自解释 这是一个背景 是吧 就说 上帝说 我是自有 拥有的 你就说 那个自有 拥有的上帝 参拜我 来宣告这个 一个福音 一个信息 而且 要解救你们 自有 拥有 这上帝 自己解释的 他的名字 含着 第一个意思 所以 我也在讲 耶和华名字 第一个意思 就是 自有 拥有 自有 拥有 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英文 用这个 现在生的 就是说 过去 现在 将来 一直永远 一直的 如果用 现在生的话 那么 我们很感谢主 就是说 圣经里面 上帝 说 他的名字 的含义 第一个就是 他不是被造的 不像 其他的神 用精灵 木体石 或者人造的 不 他是 自由的 而且 拥有的 不是像 一般的 会过去的 会死亡的 会消失的 他是 自由 拥有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 有这样 因为上帝 开心吗 开心 好吧 好 我们知道 上帝 招呼 亚伯拉罕 要离开 他的本地 本租 本家 这是在创世纪 十二章 十二章 离开什么地方 加勒底的 乌尔 加勒底 就是我们以后 讲惯的 就是 巴比伦 乌尔 这个城市 上次我已经提过了 有一度 人家说 没有这个事情 这完全造出来的 但是 我们知道 现在考古学家 已经把乌尔 发掘出来了 是一个 在几千年前 离开我们 四天多年前 一个相当 发达 繁荣的 一个城市 但唯一的 就是说怎么样 这个城市的中心 有一个 敬拜月亮神的 一个庙 一个店 所以 上帝 要呼召亚伯拉 怎么样 要处理这个地方 尽管那里 可能生活比较舒服 可能 居住条件比较好 但上帝叫他 处理本地 本住 本家 避免他 受到 这个偶像 异教的 这种 沾染和影响 这很重要 我们知道 拜太阳的很多 拜月亮的也有 我们知道 晚上月亮 很美丽 很多的音乐家 像贝多芬 就做 月光咒鸣曲 那么 很多的诗人 我们最出名的是什么 床前明月光 一是瓦上上 举头望明月 低头 思故乡 我在 读到上帝 呼召 亚伯兰 处理 加拉底的乌尔 而乌尔 一个最大的 一个麻烦 跟危险 就是有个 月亮神的料 那么 上帝不希望 亚伯兰 就像中国 李白亚 举头望明月 而看见 就低头 事故下 甚至被吸引 去拜正月神 不 上帝 呼召他出来 要进入一个 流奶与蜜之地 不过 他出来的时候 上帝还没有讲 还不知道 他到哪里去 这是一个 自由拥有 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还是 我觉得 读圣经里面 人最喜欢读的 篇章之一 诗篇二三篇 第一句话说 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 这个字就有一个 东西就有了 上帝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还是 我的牧者 这位耶和华 而且他是 自由拥有的 因为耶和华 第一个意思 这名字 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 这个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刚刚是出埃及记 第三章十四节 现在是出埃及记 三十四章 三十四章 第五到第九节 第五到第九节 我想 这故事大家熟的 不过我可以 提一提 等等 是什么呢 就说 上帝叫摩西 怎么样 预备两块 发板 他说 你明天再预备 两块发板 我要把 上帝的实践 写在上面 那么怎么再预备两块 原来 如果你看 出埃及记 三十三章 对不对 怎么样 上帝 呼召摩西上山 跟摩西 很多教导 而且 怎么样 到了一天 他说 你可以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以色列人 像摩西走了这么多天了 快四十天了 不下来 是不是死掉了呢 摩西 拿着上帝 给他的两块发板 上面有着实践的 他就下山 下到半山的时候 怎么样 听见 轰扰的声音 他以为是打仗 再走近看 不 原来他们怎么样 围着一个金牛犊在唱歌跳舞 为什么 他们以为摩西死了 所以就西波 亚伦 把所有带出来的金银 耳环等等 都做了一个金牛犊 要抬个金牛犊 回埃及 回到世界 回到奴役他们的地方 他们所贪恋的 就是说 韭菜啊 有吃的啊 有西瓜 有等等 结果摩西 就发怒 把两块石板 拴下来 就碎了 对不对 碎了 但是 我意思 上次我们也讲过 对不对 人的 可以毁约 上帝的律法 不变 不变 两块石板可以碎掉 而且 怎么样 将来上帝 将来上帝要把律法 刻在人的心里 但上帝律法 永远不改变 这就是背景 那么 34章就讲到 上帝你再预备两块 我还要把这个律法的字 就写在上面 我想 我们要知道 这个背景很有意思 下面呢 你如果再看这个 摔记 34章 不放有圣经的 你可以打开 对吧 我看了一下 这个背景 我觉得 我们读圣经 一定要知道 很多前言后语 就是context 而且知道 讲这话的背景 尤其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34章 摩西后来就讲 上帝啊 你如果 不跟我们同在 我们不行 一定要你跟我们同在 我们看 33章 这里 就讲 上帝说 摩西 对耶华说 你吩咐我说 将这百姓 领上去 却没有叫我 知道你要打发 谁与我同去 主说 我按照你的名认识我 你在我面前 也蒙了恩 我如今 在你眼前蒙恩的话 求你 将你的道 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好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想到 这名是你的名 耶华说 我必亲自 和你同去 使你的安息 上帝同在 就是安息平安 摩西说 你如果 不亲自 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 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什么事情上 得以知道 我跟你的百姓 在你的眼前 蒙恩呢 岂不是因为 你与我们 同去 使我 和你的百姓 与地上的 万民 有分别吗 太好 太好 那么 耶华对摩西说 你这个所求的 我也要行 因为 你在我眼前 蒙了恩 并且 我按照你的名 认识你等等 一再的强调 是恩典 摩西也认识 这是恩典 上帝跟我们 同在 是恩典 所以上帝说 我会答应 跟你们一起去 那么以后呢 摩西说 哎呀 我最好 要见你的面 后来上帝说 你不能亲自 见我的面 我们大家读 这个33章 前面就晓得了 到了34章里面呢 上帝就亲自 在摩西面前 宣告他的名 我们读一读 好吧 揣记记34章 第六节 耶和华 在 他在摩西面前 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上帝 不轻易烦怒 并有丰盛的 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 存留慈爱 四年罪孽 过犯的罪恶 并不以有罪的 为无罪 必要追逃他的罪 自负其耻 直到三次胆 摩西金王 俯伏在地下拜说 主啊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你看 一再讲蒙恩 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 因为 这是印着景象的百姓 又求你 顺免我们的罪孽 和罪恶 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非常有意思 大家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呢 你就更加容易 领会这个意思 刚刚讲 耶和华的名字 当他们 不晓得 上帝什么意思呢 耶和华什么意思呢 上帝说 我是自由永有 这第一个含义 这里呢 上帝又亲自宣告他的名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上帝 不轻易发怒 等等 赦免人的罪孽过犯 但万不以 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 概括上帝宣告的名就是 上帝是慈爱的上帝 但上帝也绝对是公义上帝 对不对 上帝像 爱他手带诫命人 要发慈 慈爱 直到千代 但是呢 对那些故意的违抗 违背上帝的 上帝追讨他们的罪 自负 就只知道三四代 我想 很简单 简单 有人说为什么 固然 三四代跟一千代 这个比例实在是 相当太大 上帝的慈爱太丰富了 但 上帝 的慈爱 会超越公义 但绝对不会违背公义 这是第一个理解 第二个理解 上帝万会有罪的为无罪 他不一定会 坚持正义 而且惩罚罪 那么 为什么说 自负其指导 三四代呢 有人就说 圣经不明显 父亲犯罪就是父亲的 儿女犯罪就是儿女的 其实 一个是怎么样 我们从现在看 一个是遗传的因子 有遗传 对不对 非但人的身体 会有 儿子都像父母 或者等儿女都像父母 有遗传的 对不对 有遗传 同样的 人 我们不接受 原罪这道理 但是怎么样呢 人 自从亚当下娃 尽管跟他 不犯一样的罪 但是我们都有罪性 都有罪性 遗传 对吧 现在 医学科学很证明 对不对 父母如果是醉酒的 他的儿女很容易醉酒 有遗传因子 还有呢 这是先天遗传 还有后天获得 如果看见 这个母亲一天八晚 是打麻将的 这个小孩旁边 看了看了看了 后天获得 所以先天的遗传 加上后天的获得 往往就会到三世代 三世代 但是比起上帝像 敬畏他人 发誓爱之段千代的话 那不可相迭 那我趁机讲讲 那么 好吧 归来一下 因为这颗学科主要 上帝什么名字 耶华 耶华名字 什么意思 自由拥有 慈爱 公义 慈爱 公义 那么 这点 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 当我想 读这圣经的时候 我想到 什么呢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也就是体现的 第一是 自由拥有 他常常宣告 我就是 父所拆来的 人认识我就认识 父 父就有子 等等 第二呢 耶稣基督 充分的彰显了 他的慈爱和公义 慈爱 可能会超越公义 但绝对不会违背公义 耶稣基督 我读到这圣经的时候 我就想到 当耶稣基督 在克西满园 犹大带着一帮子人 而且 罗马兵丁 是吧 来抓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问他们 你们找谁 他们说 我们找拿上来的耶稣 耶稣就说 我就是 在英文就是 I am the I 这话 其实就是 我是自由拥有的 你们可以把我的 肉身抓起 甚至于 以后丁数字架 你不要忘记 我是自由拥有的 这很有意思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圣经里面 这是有圣经记载的 当这些人一听见 这话以后就怎么样 破倒在地上 退后了 如果耶稣要走 完全可以走 耶稣没有走 过了一阵 他们又上来了 耶稣又问 你们找谁 他们说 找拿上去 耶稣说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 如果你们找我 我在这里 但是让这些人走 就让他的门徒走 一直不要碰我的门徒 哎呀 我读到这里 我真的感动 第一 耶稣就说 你们可以抓我的肉身 甚至可以置我于死地 但我是生命在我 复活在我 对不对 我是自由拥有的 第二 在这里 耶稣充分的 彰显了怎么样 他的慈爱 他的公义 因为这话是很有意思的 让他们走 耶稣不祷告的时候就说 父所赐给我人 没有一个失落 自由拥有的上帝 因为我们同在 刚刚摩西所求的 就说 上帝啊 你一定要跟我们同在 你不跟我们同在 我们就不走了 另外呢 只有你跟我们同在 我们才跟世界上的人 能够分辨出来 我跟我 以色列百姓是蒙恩的 是你的百姓 耶稣基督 就把地上 来到地上 就把他的门徒说 找我 我在这里 让他们走 我不会 离开他们 对不对 我不会放弃他们 我读的时候很感动 感谢 我们也知道 耶稣基督 讲过什么 我是好慕人 有吧 我是生命的良 我是怎么样 很多很多了 我是世界上的光 很多很多 生命的活水 但这里就是我是 我是我是 就是自由拥有 耶稣基督 这牧人就像事变了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是 耶稣基督 世界的光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是 耶稣是生命的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是 这是一个 自由拥有的 自由拥有的 而且呢 耶稣基督 一直会 与他的 儿女同在 好了 我们现在 再看看这个 三十四面 好吧 大家看看三十四面 名字 有的时候 怎么样 上个商标 他们在我们的心中 会与某些特质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由于我们一听见 一个人的名字 我们就会想到 他的特质 如果我们说爱因斯坦 一定想到 他是科学家 对不对 马丁路德金 他是一个 民权的人士 甘地 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多家 当然是一个 多行善事 圣经里面 意思就是说 名字是代表 这个整个人的 一个特性 特质 第二 在圣经的时代 近东地区的人们 十分重视 名字的意思 注意下面 新来人 总认为 名字可以显示 被命令的人 的一个特质 叫他什么 可能是这个人的特质 或者是 命名者的思想 一些感情 父母给儿女 反映了父母的 思想跟感情 或者是 命名时候的 一个背景 今天你也知道 有些人把 我生在哪里 也放在 他的含蓄的 名字里面 或者甚至 生在春夏秋冬 也会放在这里面 那么 这是 中东地区是这样 中国人也是这样 当然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 自由拥有 以及上帝的公义慈爱 就跟一切的假神 分别出来 太阳神跟月亮神 跟这些都分别出来 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 这样讲是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呢 呼召你 处理加勒帝国人呢 就是要你认识真神上帝 就是把你这样的一种 真理的传告给其他人 不要去拜偶像 不要去 被这种 异教的神明所吸引 不管他表面 怎么样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上帝 要亚伯拉罕知道 他的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 启示了上帝的身份 上帝的本性 上帝的品德 并且应该认识 他的名 我们可以 学会去信靠 他的应许 如果 耶和华 不是只有拥有的 他的应许 一会儿就过去了 如果上帝不是公义慈爱的 有什么价值呢 可能说应许的完全是 无聊的 甚至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 是自由拥有 公义之爱的上帝 那这个应许就 可靠 有价值 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他 完全信靠他 刚刚已经讲过了 耶和华这个字 在旧约里面出现 六千八百二十八次 这我以前不知道 那么我们记忆纪也好 下面讲到 三十五页 就讲到什么呢 永远的月 今天讲的题目是 永远的月 他的名字 第一是叫耶和华 第二呢 他是全能的上帝 很有意思的 全能的上帝 这个字 我们知道 无所不能 unipotent 英文 神学这个意思 全能的上帝 这个字 就在创世纪 以及在约伯纪 里面出现 在圣经其他地方 不用这个名字 我就想 什么原因呢 很有意思 你如果 不相信上帝是全能的 你会相信创造吗 不可能 世界上 宇宙众生万物 这么奇妙 这么广大 如果不是因为全能的神 有什么可能 只有相信上帝是全能的 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出现 这还有其他的 我等会再讲 月不记 月不记主要是讲苦难的问题 隐藏在 这后面的撒旦就 攻击月不 尽管他是个艺人 等等 这苦难的问题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 在苦难当中 如果不相信 上帝是全能的话 没有希望 但是 有些人 反对上帝 不相信上帝 就是说 如果有上帝的话 这世界怎么会有 这么多的痛苦 怎么多的不信 是的 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问过这个问题 那么 但是如果我们信上帝的呢 我们相信 上帝是全能的 对 上帝是全能的 而且 上帝 打败魔鬼 上帝有一天 总归使我们一切的 怎么样 水落 水出 总归怎么样 为义人 伸冤 像诗篇103篇所讲 因为 创造的问题 苦难的问题 是世界上 极其 令人 一般的人 困惑的问题 你除非相信 上帝是 永恒的 永远的 是自由拥有的 而且是 公义慈爱的 而且 是全能的 不要看见 二人 世界 魔鬼 一时嚣张 上帝 只有上帝是全能的 那么 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这个全能的上帝 在这里 让 El Sake 这个字 是希伯来文 我们不去管 好吧 我们一般的 我们都不懂 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是在 创世纪 17章 第一节 亚伯拉罕 年99岁 创世纪 17章 第一节 亚伯拉 这个时候 还不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 年99岁的时候 耶和华 6828次当中 一次 让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 你当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 我就 你当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 利约 使你的后裔 极其繁多 亚伯拉 伯伯在地 上帝又对他说 我与你利约 你要 做多个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字 不再叫亚伯拉罕 要叫亚伯拉罕等等 但是你看 17章 前面 16章 最后一节 我也在讲过 以前圣经 不分章 不分解释 连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就 以这个分章来讲 16章 最后一节怎么样 下甲给亚伯拉罕 生以色玛利的时候 亚伯拉罕 年 86岁 下面一些 亚伯拉罕 年99岁的时候 99减86多少 13年 什么道理 一个人一生的年月 13年是 法善可神也好 一片空白也好 完全虚空也好 反映什么问题 但是上帝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 你当在我面前 做完全能 我就与你利约 太有意思了 对不对 为什么 上帝在亚伯拉 75岁的时候 就应许他说 你要生个儿子 那他等一年 没有 等岁年还没有 等到13年的时候 哎呀 年纪也大了 亚伯拉罕 差不多要接近 100岁了 而 他的妻子 萨拉罕 年岁也高了 完全过了生育的年龄 生育年龄 那么 亚伯拉罕想 怎么办呢 我有这么多的财产 谁来继承呢 他起先想 是我的仆人 以便以前 一个很好的老仆人 他就叫 不不不 那么后来呢 上帝就想 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 按照当时的法律许可的 就把他的婢女下脚 给了亚伯拉罕 说 你娶她吧 他为你生个孩子 果然是生了个孩子 叫以斯玛丽 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 有一度开心 哎呀 中秋 但上帝说 以斯玛丽不算 不算 而且他又看见 以斯玛丽渐渐长大 哎呀 这个行为 这个作风 这个样子 也不像是一个很 可爱的一个孩子 或者很好的一个孩子 亚伯拉罕难过 比这个更难过的 怎么呢 下家 有了孩子以后 就小看他的祖母 你看 我有孩子 你没有孩子 所以家庭就矛盾啊 冲突啊 忌妒啊 纷争啊 都懒了 亚伯拉罕就像家在当中一样 很痛苦 后来上帝说 让他走 让他走 带着 以斯玛丽走 在这样的时候 他年99岁 上帝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 什么意思 你不完全 固然你身体也不完全 对不对 年纪也大了 很多年都不能生育 这个还小事 你的信心不完全 我既然应许你了 我会实现吗 我不会实现 不错 你等了很多年 等了很多年 但是你情愿 接受上来的这个建议 许乐下家 虽然是可以的 但是后果你已经看到了 明显的是痛苦 不安不幸 我是全能的上帝 你怀疑我吗 还是你不够完全 你的身体不完全 是一回事情 你的信心 想让我投靠我的心 不完全 所以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太有意思 对不对 上帝就跟他立约 刚刚我们讲过 全能的上帝这个字 只有在创世纪 又不及 又不我们现在不讲 创世纪里面呢 是怎么样 第一 以撒对雅各 后来 上帝给了这个 亚伯拉那个儿子 叫以撒 对吧 以撒 也是个儿子叫雅各 在创世纪 28章第三节 上帝对雅各 也用 全能的上帝 而雅各我们知道 因为后来欺骗父亲 欺骗哥哥 被讨难出去的时候 上帝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 35章 10到11节 43章第14节 还有呢 雅各对于瑟 最后雅各 福德仗头 敬拜主 为他的儿子 祝福的时候 他在给 约瑟祝福的时候 49章25节 提到上帝是 全能者 全能的上帝 很有意思 你看 这个字就在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他们惯用了 因为 学科作者 这个字就是上帝 大能和权柄 上帝就是 无穷的丰富 我们知道 亚伯拉罕 有缺陷 雅各 也有缺陷 对不对 都有缺陷 怎么样 上帝是 无穷的能力 而且他 无穷的丰富 跟慈爱 这个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人 作为人讲 往往是怎么样 我觉得世界上 最遗憾的 就两件事情 往往是世界上 尤其 如果是世界父母 有的 父母 有心无力 但也有的 尤其世界上 更多的人 是什么 有力无心 就算有力 他因为没有心 所以也 不能帮助 他的儿女 做到什么事情 但上帝是 既有力 又有心 上帝是全能的上帝 又是 慈爱的上帝 太好了 对不对 太好了 而且 亚伯拉罕 以赛雅各 已经在他们人生的经验当中 怎么样 学会了 认识了 上帝是 全能的上帝 全能的上帝 学科的做事 对吧 人的软弱 常常跟上帝的全能连在一起 或者上帝的全能 常常跟人的软弱 做一个对照 做一个对照 亚伯拉罕 就是一个对照 对不对 亚伯拉罕 也是一个对照 后来 亚伯跟天使教律得胜了 把他名字改了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 对不对 同样的 我最感动的 就是说 新月里面也如此 大家很喜欢的一切圣经 就是保罗说讲 哥林多后书 第十二章 第九到第十节 保罗说 我身上有根刺 我曾经三次求过主 上帝啊 很痛苦 等等 我想 我对这个词的解释 就是圣经的下文 就撒旦的参与攻击他 自从保罗 悔改 归族 大力的传扬婚姻以后 犹太人就像 这个 一个狗追的兔子 到哪里就追到哪里 到哪里跟到哪里 做乱 逼迫他 苦害他 让他受苦 让他下监狱等等 保罗说 我一次还可以 我的医生当初净是这样 各位同学 如果你走路之后 老师后面有的人跟着 已经是威胁蛮大了 你进电梯 人家跟着等等 保罗还不是 到哪里 他们就逼迫他 到哪里就 搅手坏人 骑油 捕乱 甚至苦害他 他说我的一生 太难过了 我自己理会 这个事实是这个 求你能够把去 对不对 他三次祷告主 怎么样 拔还没拔 上帝没有说我 拔 也没有说不拔 对不对 上帝给他一招 我的恩典 中文翻译 漏了一个字 是够你用的 我的恩典 是够你用的 我的能力是在 我的能力 包括全能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的 对不对 我想 读旧约亚伯兰 以赛雅各 离我们好像更远 而保罗呢 更体会一点 哥林哥后书12章 我希望 也是能把我自己 学习的时候 一点体会 跟大家讲 好了 上帝跟他讲 我的恩典 是够你用的 我的恩典 是够你用的 这个四十分钟的 我刚讲 过去是够你用 现在也够你用 将来也够你用 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的 你觉得这很刚强 你不觉得上帝的 需要上帝的 帮助和能力 如果是我们觉得 这很软弱 上帝的能力 就上帝的 好了 下面呢 保罗一听着这句话 他没有埋怨 上帝啊 我有的时候 为人家祷告 死人都可以复活 我有的时候 为人家祷告 人家马上得到 医治 或者得到帮助 我怎么三次求你 你还不答应我吗 保罗不埋怨 非但不保论 保罗接过来 他接着就怎么讲 所以我更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 好想基督的能力 付批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惊难逼迫 困苦为何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 这段话是太宝贵 太宝贵 我人生经历 常常握住这句话 感谢主 那么 徐哥做的说 人的软弱 常常跟上帝的 这个权能是 互相的 怎么样 互相的 这个对照 互相对照 如果 不觉得自己软弱 那真的是不行 我常常觉得自己软弱 我 所以需要主 如果一个人 不觉得有罪 怎么需要救主 不觉得自己有病 怎么需要医生 不觉得自己软弱 怎么需要有一位 全能的上帝 或者甚至讲到 所有都是我能力的 所以 以圣经 迦南之间 摩西就说 你们迦南千万不要说 你们现在很富裕 是因为我自己有能力 错了 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能力 那么 而这个世界呢 往往就说 世界上的人生 有的包括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父母 有的时候真的有心 我们很想帮助 自己的孩子 没有能力 但世界上 更多的些人 有力无心 其实有些人很有能力 有些这个钱财 有些等等 他没有心 对人 尤其对穷苦 对卑贱的软弱 没有心 我们上帝 跟世界 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 但是 我们有需要认识 我们是软弱人 正在亚伯拉罕要认识 他不完全 我身体固然不完全 年纪也老了 也还没有孩子 但是我的信心 上帝既然应许我 他难道会失约吗 不会 不会 那么这个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而且 正因为他这样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都是称上帝 称全人的上帝 全人的上帝 那么 我还讲到 这个表明什么呢 上帝是活人的上帝 对不对 亚伯拉罕死了 活176就死了 以撒也死了 雅各 又有雅各 上帝是 不是死人的上帝 上帝是活人的上帝 这话真是 上帝 耶稣基督 来到世界 回答 杀都该人 杀都该人 不相信 复活 意思就是 根本不相信上帝 的全能 不相信上帝 是个 死生命的主 所以 他来 刁难耶稣 耶稣后来就 你们错了 因为你们 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 上帝 大人 上帝是 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的上帝 是活人的上帝 不是死人的上帝 我读到这段的时候 我就想到 耶稣所讲的这句话 对不对 很重要一点 很重要 上帝是自由 拥有的 而且上帝是 慈爱和公义的 我们永远要记得 而且 上帝还是 全能的 上帝 感谢主 好了 那么 下面讲到 26面 在这段里面 就是 17章里面 有个个理的问题 大家如果看到 最后 39面 就有个解释 就有解释 我们知道 当时上帝就跟 亚伯拉罕立约 说 我要吃不给你 而且要吃不给你的 后裔 等等 不过有一个 立约的记号 就是 凡是南丁 都要受个理 受个理 那么 我们说 跟罗亚立约 有个记号 天上的彩虹 凡是看着彩虹 就能够记得上 我以后 不会再有洪水 来毁灭这世界 那么 跟亚伯拉罕立约呢 就是有一个 个理的一个记号 作为一个 外形的记号 但是 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 你就 废学 不需要 等等 就不需要 这是 是耶路撒冷的大会 使徒行到15章 讨论过的 这在保罗书信里面 提到过 我上次讲过 保罗一再地讲 那 格里多前书 尤其在加勒太 说 个理不个理 无关紧要 也算不出什么 要紧的是怎么样 做新造的人 个理不个理 无关紧要 算不出什么 要紧手上的诫命 意思 诫命 跟这个个理 个理是疑问律法 而且有时间性的 而上帝的 永恒的律法 是一致的 格里不格里 无关紧要 算不出什么 保罗说 重要是 深法人爱的信心 这个都圣经的话 大家可以 很容易找到 那么 所以 这里面 我先讲一讲 因为17章 这个 学科的证文里面 是没有提到这个 但是在 最后 最后这个 是提到了这个 尤其是本会的 这圣经注册 是解释了这个问题 而 格里这个问题 是很重要的问题 对不对 是犹太人 坚守的问题 甚至在早期教会 成为一个 几乎要分裂 教会的问题 而且 犹太人就说 你要得救 就必须要受格里 先加入我们犹太教 先受格里 因为这是 上帝跟亚巴拉 所立的约 亚巴拉还是遵行了 对不对 圣经里就看 失去到 亚巴拉 马上就遵行上帝的 他的男丁 都受了格里 不认识自己生日 或者是 用钱再买来的 男丁 都受了格里 这作为一个 肉体的记号 那么 我猜一句 就是说 今天来讲 基督徒 不需要受格里 但是 格里 在这个健康 卫生上 还有一定的意义 对不对 有些国家 有些这个 民族 对不对 孩子出生以后 就跟他 割了包皮 这个 在医学上 现在说是有 有因的 对不对 凡是受格里的地区 这个阴晶癌 或者子宫癌 几乎没有 比例非常非常少 但是属灵的含义 已经没有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 是心灵里面 受格里 就是 割出我们心中的误会 就是耶稣基督 他的功劳 他的保学 他的拯救 他的能力 好吧 我想 这个因为是正文 没有讲 后面是讲到 下面第三十六面 就讲到 怎么样 亚伯拉罕 开始 他名字叫什么 亚伯兰 亚伯兰的名字的意思呢 叫 God exalted 就是上帝被高举 上帝被尊崇 但亚伯拉罕的名字呢 是多国之父 很有意思 上帝被尊崇 这名字也很好 很有意思 但为什么 上帝跟他立约以后 要在他改做亚伯拉罕呢 为什么 因为多国之父 哇 亚伯拉罕之后 一个孩子都没有 叫他永远记得 你将来做多国之父 非得有孩子 我们也从圣经上 亚伯拉罕从一个单身 后来成为成家 有了孩子 成为一个家族 而且成为民族 就以色列族 最后成为一个国家 多国族 但这里面更加有应许的 就是说 耶稣基督 因为你都把他分第一章第一节 就是说 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 万国要应做 耶稣基督而得福 而且有很多的人 应做亚伯拉罕 持守了这个真理 以致得做了亮光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叫他永远记得 你不要看你现在六孩子 你将来做多国之父 多国之父 明治 那重要就在这里 他在这里想起什么 想起什么 我们最清楚知道 雅各 后来跟天使交流以后 天使说 你不要再叫雅各了 过去你就是抓抓抓抓 你从母胎里就抓 抓住 哥哥的脚跟而出身 你到了世界 又抓民 抓利 抓色 抓抓抓 最后 幸亏在亚伯独口 他抓住了上帝 上帝应许 改做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王子的意思 得胜的意思 对不对 很有意思 那么 学庚的作者提到了 约瑟 约瑟 后来做了宰相 法老爷给了他一个名字 但是这里我们也知道 法老毕竟是 一个义邦的军云 而且埃及是拜偶像的 这名字很长的了 大家可以看看 超世纪四十一章 四十五纪 从人看来 哇 皇帝赐名给你 那你才是高贵真容 但约瑟的名字呢 本来是增加的意思 上帝是他在苦难当中 上帝增加了他的 灵性的能力 增加了他的 各方面都增加 增加他的智慧 他的学色 他的品格的造就 但是改成的名字呢 我查了一下 这个含义就是 Savior of the world 世界的救主 当然 埃及王讲 因为有了你 我们埃及才 七年 风延 七年 这个荒延 我们不至于绝粮 我们不至于 这个国家 衰败 好像觉得他世界 但这是不对的 对不对 同样的 戴伊犁 你看戴伊犁的名字 本来是 God is my judge 上帝是我的审判者 审判官 后来把他改成的名字 白地杀杀是什么 一种 异教 邪神的名字 这个很重要 一个人常常想着什么 如果我想到 上帝是我的审判者 上帝是我的拯救者 上帝是我的力量 上帝是我的苦难当中 反而 更加发展长大了 那这个就会 感恩就会 更加清静 如果改成一个 虚的名字 或者改成一个 朝着那 你想到 异教协神的 那很不好 那很不好 那么 当然 我觉得 我们最容易领会的 就是扫罗 改成保罗 扫罗是 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名字 也是 所以 长在这个大树城的 这个扫罗 他的父母可能想 我的孩子将来 错人头地 就像第一个君王 就像这个 但是 他在大马圣 见到主耶稣以后 他就把他的名字 改做保罗 拉丁文的意思 就小的意思 small 小的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我不晓得 你的名字怎么样 我上次已经讲过了 这个 有一个我的学生 一个姐妹 他说他开始 这个英文名字叫 happy happy 后来我讲了一下 我说我们真正基督徒的 喜乐 是喜乐不是快乐 是joy Jesus第一 J Jesus第一 O O O 其他人第二 Yourself Why 自己第三 这样就有 真正的喜乐 你如果一颠倒 就没有喜乐 后来他说 我听了这个以后 我就把我的名字 不叫happy 叫joy 有意思 真的 我意思就是说 圣经里面 把亚伯兰改做 亚伯兰喊 就说你不要想 你没有孩子 你将来成为 多国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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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也是了 名字也改了 变 萨拉 多国之母的意思 好吧 很有意思 下面第三次期面 就讲到 圣约的阶段 这是在 最初上帝 呼召亚伯兰 出离加勒底 乌尔的时候 分三个阶段 学个人做成说 对吧 因为 Dr.Harros 研究这方面 很深的 他在安德烈 就开一门课 我读了 就是讲约 就约 这个 他这里讲的 怎么样 上帝跟亚伯兰 你就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创世纪十二章 第一道第二阶 是什么 恩典 他接近人 上帝看见 亚伯兰 在乌尔很危险 很不好 将来 说不定 他会 拜偶像 说不定受 这个邪教的影响 所以怎么样 上帝亲近他 来到他面 叫他处理 这是上帝恩典 但是呢 第二个阶段 就是创世纪十五章了 上帝呼召他要顺从 顺从 对不对 他顺从 所以 大家有没有讲过 第一是双方 第二是 上帝的应许 还有呢 下面就是 人的服从义务 第三个阶段 就是我们 创世纪十七章 第一道十四节 又是上帝的 怎么样 上帝的应许 又是恩典 本来亚伯兰 他没有孩子多 分的 现在要说 他要成为 有很多后裔 在天上的心 那么多 而且是万国得付 是上帝恩典 上帝恩典 来到三十八年 又有一个月的义务 月到底有没有义务呢 今天学会报告的 有义务 必须要尊重 非但 如果亚伯兰不尊重 这个月就废掉 人废掉 不是上帝 上帝没有废 还有义务 上帝要叫亚伯兰 教导他的子孙 把上帝的道教导 教导他们 这是一个重要的义务 我也觉得 这是我们今天 作为父母讲 一个非常重大的 一个负担 非常重大的 一个责任 但是也心灵 挣扎得非常的厉害 但是一定要看到 因为 总不是上帝恩典开始 但是人有义务 然后呢 上帝又有恩典 第十八章就有一个义务 还是义务 我们要尊重上帝的话 那么在这里 这个学科的作者 更加指出 怎么样 显示了什么 福音跟律法 恩典跟真理 性情跟行为之间 密切的 不可分割的 十八章 第十九节 我读一些 好吧 创世纪十八章 这是 上帝跟亚伯拉海 立约的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创世纪十八章 十八章 第十九节 十九节 这里说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 吩咐他的宗旨 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秉公行义 使我 所应许亚伯拉海的话 都成就了 都成就了 所以 有一个义务 对吧 有个义务 那么 上面一个义务就怎么样呢 亚伯拉海 第十五章就怎么样 亚伯拉海要 带着很多的 牛 羊 班纠各自 要陷阱 把牛跟羊 都破成两半 一面一半 而且立约的人 要从中走过 意思就是什么的 表示我要顺从 表示我顺从 那么 亚伯拉海就这样做了 亚伯拉海 一直是尊重上帝 后来上帝叫他 十七章叫他 行各礼 他也行了 而 到了十八章 上面上帝叫他 吩咐他的种子 他也做了 感谢主 亚伯拉海有个好的孩子 以撒 以撒 也尊重了 教导了雅各 尽管雅各走过弯路 但不管怎么样 这是非常重要 那么 我想 今天 我们自己要问 对吧 我们自己要问 学个人做的时候 我们要检讨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 在我们人生经历里面 有没有 因此我们顺从上帝 接受他的恩典 也是看到 上帝 这些奇妙的祝福 不顺从上帝 我们又得到什么后果 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历史 对吧 亚伯拉海顺从了 得到以上 大卫 虽然 没有允许他造 上帝 虽然没有允许他 造圣殿 但允许他的儿子 所罗门造了圣殿 对不对 同样的 在这个救赎计划当中 玛利亚越设 怎么样 接受上帝的恩典 顺从了 结果就怎么样 生出了主耶稣基督 对不对 这是万人的救赎 圣经里面太多太多了 越南呢 不顺从又怎么样 顺从又怎么样 对不对 这个圣经里面太多 但是你我个人 有没有这样的势力 有没有这样的势力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卑微的人生上 我是体会到这一点 求主耶 祝福梅魏 让我们能够 坚信上帝永远的愿 而且 接受他的恩典 用信心接受他的恩典 而有顺从 他 以致能够在世界上彰显 上帝是一位 自由拥有 公义慈爱 和全能的上帝 好的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愿上帝 吃福给每一位 阿们